大家好,我是姨婷 開大車也需要很多的保障嗎? 那當然啦,車子那麼大 我們真的希望安全擺定 今天我們就好好看看 最近大車有哪些新車的上市呢? 尤其好朋友,阿虹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普羅的阿虹 阿虹也是我們輕生業界很熟悉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都是看大車耶 大車其實我覺得包羅萬象 今天真的是長知識了 我第一站來到伊蘇蘇 伊蘇蘇我覺得很特別 他竟然說他要超前部署阿 他跟我們在看市售車一樣 他在溝通是前方防追撞阿 車道便宜 這很重要耶 其實對小車來說安全配備很重要 對大車也是一樣的 以前大家印象中的大車 好像比較缺乏這方面的配備 但是這幾年呢 因為大家開始越來越注重安全 所以安全配備的提升也在 大車上面現在也很被重視 所以新的大車就是 安全配備一直加一直加 快要追到小車了 快要追到小車 有到這麼有誠意嗎 我覺得一定要 我們也要給那個品牌壓力 其實全部的安全配備都要給滿給好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開大車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因為上面的料件那麼多 然後如果大車發生意外的話 它影響更大對不對 大車它在載重之後呢 它會背了很多貨物之後呢 它的煞車距離啊 跟它的一個加速什麼都會受到影響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因為大車它的車艙的位置比較高啊 然後視野的這個視角都更高 可能都看不到喔 對 那宜竹竹也有之前 我還幫他們主持過那個職人的那個PK賽 我覺得真的是 讓大家很敬佩可以開大車的朋友 那這一站呢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 像是賓士的Extros 他也來參展了喔 欸這個是大道 我連你在旁邊都好小 連我站在旁邊看起來都很小吧 你看 好大喔 你看這輪拱得到肩膀 這個輪拱 我真的好小一隻喔 這上次你要爬兩階樓梯才上得去耶 這上去 我連一階我就快踩不到 那你就知道 坐到裡面的死角是超多的喔 這一塊一定是死角 這一塊一定是死角 對啊 所以騎到哪裡不要離它這麼近喔 因為彼此保護彼此啊 那其實看賓士這個大車 它有一個特點 它電子後視鏡已經變得標準配備了喔 欸真的耶 連大貨車的電子後視鏡都看到了耶 對 因為本來是那個大的鏡子 那現在改成電子式了以後 它上面就變得很小一個 其實它上面還是有很多的鏡子 但是後視鏡這件事情是全球不同車款的統一標準 那今天有一個亮點呢 就是接下來我們要看到這台車 它是FUSTON 海外的首發 就在台灣 就在台灣 這部E-Canton F4L 它是第一次離開日本喔 所以它是右駕就對了 對 它是右駕的這個概念車 當時呢 它是在2019年底的東京車展推出的 那所謂的F4L就是它使用燃料電池 它是加氫氣的 它不是用電喔 氫燃料電池喔 它的特點就是說它行駛中呢 是完全不產生污染的 因為你清燃料電池排出來的廢物 只有一個東西叫做水 對 那水是不會造成污染的 所以它是說 我的車在行駛中不會造成任何環境的負擔喔 另外一個特點呢 就是加氫跟充電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資料說 這個車加氫只要十分鐘喔 十分鐘 那我喝一杯咖啡兩個天就夠啦 對 其實就跟加油的時間差不多 那它加買一桶新呢 它的續航距離有三百公里 可以走到三百公里耶 天啊 那我們大家要看一下 我覺得它長得還蠻 概念車的亮報 對 它的頭燈啊 還有那個方向燈是蠻特別的 你們是說 我覺得它還蠻 科技感的 對 那其實它這個造型設計呢 其實你也提示了以後 FUSO的大車呢 它的這個車的特徵也就會長這個樣子 喔 有沒有覺得其實還蠻漂亮的 以前都覺得貨車應該就長 我們想像中的那個樣貌 沒有耶 現在貨車也有講時尚 對 人家也是走時尚路線的喔 那它的這個 加氫的方式呢 我覺得蠻特別 很想好好地研究它一下 但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從窗戶看進去 它是右駕 那我覺得 以前的貨車感覺裡面也是粗曠粗曠曠 可是我看它還蠻有質感的耶 你看它裡面 它的這個 設計的細節又比以前 我們印象中的貨車稍微提升一點 對 那這個要上去比較容易 你看至少我這樣子 因為這邊剛才那個大車頭的尺寸差很多 對對對 那個太大了 我這個直接這樣上來 那它的充輕的位置在哪裡 這我們繞一下看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它很好奇了 這是放貨的地方 我覺得在疫情過後啊 這種比較大型一點的這種商車 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運送物資啊 或是運送疫苗啊 你要能夠保溫啊 要能夠安全 這個面向已經太廣了 但我們以前還想到 我覺得其實在疫情的這個當下啊 因為大家對物流的依賴是越來越重 所以這種物流車一定 一定會是未來的這個很吃重的角色 對 看你現在是不是想要買PC Home啊 想要買一些這個 市場購物 都是這種貨車來送的啊 對對對 結果你看它長那麼大長 結果後面給你Cue著要命耶 你看超可愛的 它給你兩個LED尾燈 然後左右各兩個好可愛喔 欸我找到了 這個是 欸 鎖起來 鎖起來了 是在這個地方嗎 可是它畫的是電的圖號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H2 在這在這 這邊有一些車子的規格 然後這個就是嘉欣的這個 從這裡耶 它的儲藏量 照這個上面看起來 13.8到40 你剛才有10公斤的氫氣啦 其實它的量並不是很多喔 因為氫氣它的體積不小 所以它需要一個大的儲藏桶 5到10公斤其實已經蠻多了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貨車的底 所以它可以裝比較大的儲藏桶 所以它等於有燃料電池 然後有這個氫氣 從這邊應該感覺是從這邊加的 這個車現在是還沒有量產 但是我覺得說 以它這個行駛中零排放的特性啊 我覺得搞不好它比電動車還更有搞頭一點 我其實蠻期待這個燃料電池的車款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電動車我覺得已經試不可擋了耶 電動車試不可擋啊 但是這個燃料電池可能會是另外一種選擇喔 因為你電動車未來就是充電樁啊 然後還有這個廢電池的問題啊 都是蠻值得思考 就是這個車值得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嘛 那氫燃料電池就是給我們另外一個發展的方向 嗯 然後你看 今天我們現場不管看什麼樣的大車啊 它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 good friend 它的partner就是它的輪胎 大車輪胎選擇也很有Mega 對不對 我看那裡還有米其林 我們去看一下囉 我們去看一下米其林的輪胎吧 接下來這一站呢 我們再來看看大車它有用胎的需求 對不對 大車在選擇輪胎上面呢 其實我覺得是更加要講究 而且影響會更全面的 所以呢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大車在選輪胎的時候 怎麼樣注重安全呢 新科技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趕快來認識一下 我剛剛有聽到米其林的新輪胎 好厲害喔 五大新科技 點一點迷很多都是沒有想像到的 像是有一件事情喔 請教一下Benny喔 輪胎齁 就我的理解 好像自己會自己做一些排水性的調整 這是什麼樣的創新的科技啊 然後還有石頭卡不進來喔 因為石頭卡輪胎 輪胎每一圈就是石頭再抖進去一下 再抖進去一下 好幾圈下來可能石頭就傷到你的輪胎 是的 我們有科技可以克服這件事喔 有 所以米其林在這次的產品發表中 我們就一直在講科技 尤其是所謂的隱藏式溝槽技術 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隱藏式溝槽 所謂的隱藏式溝槽呢 也就是說 這時候你看到新胎 它的花紋是有三條 這個主要的排水溝槽 對 但是到了所謂的後期的時候 這是用過的 用過的樣子 它會出現五條的這個排水溝槽 這是什麼樣特殊的設計啊 因為車子有時候在用輪胎在跑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磨耗 磨耗之後照理說會越來越平 可是我看到它怎麼覺得 它還有一些該有的紋路都在上面 這就是所謂的 大家都知道在新胎的時期的時候 像新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輪胎的抓力力 排水性能都是最優秀的 但是當這個輪胎不斷的磨耗之後 也就是用到一半 甚至用到剩下兩分花的時候 這個的時候 排水性能或抓力力就會變得差 對 我們想過 您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輪胎 不可能一直都保持全新的狀態 當然 輪胎總是會磨平的一個狀態下面 所以很多消費者會說 我輪胎磨一半就丟倒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浪費的事情 尤其對於投家而言 它是一個很傷成本的事情 但是它要強調它的安全性 所以這個時候 只有在輪胎花紋不斷的變化上面 增加排水性能 它就可以讓這個輪胎的使用去延長 記住喔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句話 我覺得很特別 它叫增加排水性 不是維持排水性 所以所謂的增加排水性 是我在使用過程中 它可能可以再多出一些紋路嗎 還是什麼樣的原理讓它可以增加排水性能 OK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它有三條溝槽的這個排水性能 當它越磨越少的 排水面積會越來越薄 對 這個時候我們有兩條 這個 所謂的隱藏式溝槽 它就跑出來了 我們剛剛沒看到 在這兩條 所以在 這邊有一條 這邊有一條 所以在新的部分 你們是看不到了 沒有 它藏在裡面的 都沒看到 所以這個的時候 排水面積就增加了 然後變舊了之後 反而多了兩條 多了兩條出來 所以它很明確的會告訴你 我的排水性能 就是又提升了 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我們沒辦法確定說 我用久了之後 它的排水性真的完全不喪失 但是盡量讓它維持 像一開始的那個排水性 它的排水性能是一致的 對 所以我們讓新的更舊的 使用後的 使用了這個輪胎 它的排水性能是一致的 所以抓地力 濕地抓地力 是一樣的優秀 對 就我們以前在用 一般的用車選胎 跟我們現在講的 客車大貨車的這個方向 可能不是那麼一樣 但是它的安全性 我把它覺得更要concern 沒錯 你載了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車子本身那麼大 一點點意外可能 造成的傷害會很大 對 它會更大 所以所謂的卡車安全上面 永遠是他們所需求的第一名 對 這是這樣第一名對不對 是的 那我在這個地方又看到 因為剛剛看到輪胎啊 它還有什麼無線環繞的技術 是 什麼叫無線環繞 聽起來好玄 很玄 它無線環繞 基本上來說 就是在輪胎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一條長達400公尺的鋼匙 在裡面 在裡面 不斷的這個環繞 那這個環繞的技術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如何是 環繞的時候 它是很均勻的環繞這個胎罐上 它不會重疊 又不會所謂的斷掉 它可能又從中間接起來 只要斷掉從中間接起來 這無線環繞技術就沒有用了 對 那無線環繞技術它就源自於所謂的飛機胎 就是我們坐飛機的那個飛機胎 是的 它飛機胎 它其實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要去抵抗 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一個很瞬間很大的一個衝擊力 超大的撞擊力下去 對 撞擊力下去 它就是利用無線環繞技術 讓這個力量去分散掉 所以我們把這項技術應用在所謂的 卡克車輪胎上面 所以當輪胎在不小心受到一個撞擊的時候 它能夠有效均勻的把撞擊力給分散掉 分散掉撞擊力的概念 它就會讓這個輪胎 能夠很安全的達到目的地 就是再怎麼樣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進入之後 它也可以比較平穩的把它 慢慢的排除掉 就排除掉 因為事實上像卡車來說 一般的卡車大概沒有一個概念 一般來說一條輪胎的荷種 簡單的大概都有三噸 去想想看 三噸撞下去它會不會壞 很大一個 撞擊力非常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只好用飛機的標準來處理它 我們就要把標準提高 更高的標準 是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技術放在輪胎裡面 讓它安全性去提升 了解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輪胎 這個也是使用前 這個是使用後 是的 我覺得很奇特的一個地方是 我看到這裡一塊一塊的胎塊 都是比較大塊的 是的 但是怎麼誘完以後覺得變細 變小了 變細了 變得比較密一點 沒錯 這是同一個嗎 是的 它絕對是同一條輪胎 這也就是我們隱藏式溝槽技術 尤其 其實在卡車裡面 它的輪胎的分法是非常的細 例如說 像這一條 右邊剛剛所介紹的這條 叫Mati-Z 這條Mati-D D是Driving Exo 它是專門給傳動手使用的輪胎 所以它的花紅塊 設計的會比一般的還要大塊 大概這樣一塊一塊 都是一大塊 因為它最主要是牽引力 是輪胎 是要造成車輛的牽引力 如果使用一般的所謂的Z花 它的牽引力可能就不足 而這一個是 針對所謂的傳動軸 驅動軸使用的花紋設計 所以它是大塊花紋 所以它需要提供一個大 很大的一個牽引力上去 才可以帶動十幾二十噸的這個車輛 那當它用久之後 我們就會擔心牽引力會慢慢的 消失這些排水性能不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讓它不斷的分娩 一直在變 不斷的變化 讓這個牽引力及抓力力 能夠去保持下去 有點像無性升值的概念 本來只有這樣一塊 它變成好幾塊好幾塊好幾塊 沒錯 這樣變得這麼細這麼多塊之後 它的牽引力也可以維持跟新的是一樣 它可以維持跟新的是一樣 因為這個都是 我們其實現在的迷行在輪胎設計上 我們是標榜 不是新胎性能好就好 要讓使用在後期的時候 性能是表現是一致的 好叮咚叮咚我有問題 那請問為什麼一開始 我們就把它變這樣就好了 我幹嘛要那樣變成這樣呢 對 一開始如果我們的輪胎設計就是這樣子 它可能也許它的性能是一致的 沒有問題 但是它可能會多增加所謂的輪胎侵蝕 也就是輪胎啃傷這些問題出現 例如像石頭夾石的這個問題會存在 當我的花紋溝槽越多 夾石的機率就會越高 它所造成對輪胎的破壞性能 就會再去提升 所以等於說是以各個面向來講的話 在新胎你可以讓它各個面向是比較均勻的 是的 用久之後呢 讓它你本來需要的那幾個強項還能夠保留 對 因為不可能永遠面面巨大 那不然一個輪胎就用一輩子就好了 是沒錯 它總是還是要鈣換掉 它還是要鈣換掉 但是簡單說輪胎 事實上它是在行駛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很多人會去顧慮它 大家也覺得我的輪胎很貴 但是我還是講安全更重要 安全永遠在我們設計的產品裡面 是放在第一位 是 那就是我們看到 跟我們以前在選一般我們自己開車的輪胎 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但是安全在每個面向上面要怎麼樣去滿足 那就是不一樣的產品帶給我們新的一個認知 謝謝Benn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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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